既然人身底层深处里面 有相信神存在的事实 那么无神论是怎么产生的 基于理性还是故意背叛 两个都有 一个是理论上的发展 就是人类思想史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人类会产生一种 所谓的哲学 思考 或者是某种世界观理论 人自己的产生的一种文化 但这种文化的前提是 这个人 灵魂 他的理性的功能 运动 作用 都是受这个人的本性影响 人的本性堕落了 所以他的思考 本身里面也会出现扭曲和偏倩 盲目的情况 罗马书一章里面提到了 对不对 那个心智变得昏昧了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然后明知到去故意 他的本性里面是一种 背逆神的本性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 背逆神的本性里面 然后昏昧的心智 他也在观察宇宙 在思想怎么产生的 然后虽然良心告诉他 神创造的来自神的 但是他会压制 然后故意造一些 随从他虚妄的思想 思考 然后产生一种 他自己的理论 有些理论的接近事实 有些理论呢 是跟事实相反的 所以大体是这样 所谓的文化 堕落前 有文化 堕落后的文化 是受罪的污染的 所以文化里面就 需要慎思明辩 需要批判的 我们按照神的启示 上帝在文化里面 使用一些人类的语言 语言方法和类比等等 像在文化里面的人说话 但是启示有神的灵感 和漠视的缘故 确保启示不被文化玷污 却使用文化作为媒介 但是当我们领受福音之后 我们去用启示去诠释 这个受罪污染的文化的时候 我们要留意哪些部分 是扭曲偏离真理的 所以在这里面 两方面都有 所以大家理解 我们在研究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 所谓的意志的时候 也不能忽视人的本性 因为人的意志 我们说我有自由 那你为什么说你自由呢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我们忽略了 就是这种自由的功能也好 灵魂的这个功能也好 或者是一种活动也好 它是属于我们本性的 属于我这个人 因此呢 我这个人本性是受罪污染的 所以就不存在着什么自由的意志 因为你的意志本身 你受你的本性影响 你的本性被玷污了 你的意志在运作的时候 就掺杂着罪性 所以意志是不可能 完全不受我们本性影响的 所以当你自由 你认为自由思想的时候 其实里面已经受着这个悖逆的本性 自由地去犯罪 自由地去想虚妄的是 自由地做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这里面谈到了这个理性嘛 理性也是灵魂的一部分的功能嘛 所以理性属于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我们灵魂和身体是我们的本性嘛 本性受玷污了 这种理性的思考 就不可能不受影响 所以一方面被玷污的理性的活动 另一方面就是普遍启示的作用 上帝不断地证明他的存在 人里面对此的这个错误的反应 或者逃避 或者什么 制造出一些理论 怎么办 我们讲到几点呢